周日的报纸这部刊登出小青毛他们跟王子那个球队啊打板球这个比赛照片登出来了 这一下刘派记录 你一半英国人都在悲伤呢 你居然在那儿嬉戏玩耍 中午啊他们几个就是那个小团体 就是跟郭文啊那几个人一起呢烧烤 气氛呢也显得不是很友好 这郭文呢就直接问他 哎你跟我说说谁在支持你吧 小青毛说大概有18个议员吧 这个郭文觉得啊人数倒是并不重要 因为他呀本人呢就是一个政绩很卓越的一个部长 他觉得呢我比你优越的多啊 但是小金毛这时候啊 一点没感觉到郭文有什么二心 完了这郭文呢又跟我说 那你把你的名单给我看看呗 这个小金毛的那个公关的那个华莱士啊 就不愿意给 但是呢小金毛说给吧给吧 郭文呢于是呢又直接说 由我来负责你的这个竞选活动吧 这华莱士就又不高兴了 因为他是公关的呀 结果呢小金毛也没表示反对 然后郭文呢又补充说 而且那个媒体运作那啊也由我来干 这下华莱士是彻底不干的 因为我就是干公关的 你把我的工作弄了 那我在里边还干嘛呀 看情形啊 其实郭文和他那边的人已经算是掌握了他们那个小团体的控制权了 所以华莱士也不得不啊 把支持那个小金毛的那个他做的那个SL表啊 那名单给拿了出来 可是啊 这个作者啊 他翻看了好几个人的回忆录啊 都没有搞清楚 反正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那一天的聚会郭文还是挺生气的离开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为什么 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就知道郭文那天不高兴了 当晚呢 小金毛呢 给周一的那个电报啊 不是写专栏吗 他呢 就以一个姿态就是谎和嘛 这个大家英国啊 应该团结起来 因为你想啊 一千六百多万留欧的投票的人啊 那意思啊 就既然公投都出来了啊 大家别跟那个苏格兰日的闹腾闹腾 把咱们英国给闹分裂了 所以呢 必须合作 我们跟欧洲可以在文化教育环境方面 还是要合作的嘛 而且呢 他也说啊 这个 我们一定会保证在英国的这些已经居住下来的欧盟的公民 他们的权利 我们会保证的 而且呢 也其实就是承诺了one nation这个政策 另外解决什么贫富不均啊 什么的啊 他在网上提交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还特地把这个文章啊 发给了Govern 看一看 说你看看觉得哪需要改的啊 我觉得小金毛真的还算有那么一点敬重 当然他也知道他自己肯定不如Govern牛逼了 结果Govern给他回了一句说 整体而言挺好的 稍微改一改呗 比如说把包容性啊 积极性啊 乐观这个地方啊 你能呈现出来 其实外边啊 各种他这文章一登出来 很多啊 就是小金毛那些支持者蒙了 就觉得哟软了 等他周一啊 一大早 他就去了那个澳大利亚人的办公室 Crossby 结果呢 那个人说啊 我给你弄了点竞选资金来 我打了几个电话 有些人啊 愿意出钱了 但是呢 别的消息都不是特别好 尽管啊 他到这个Crossby这个办公室来啊 他是跟Govern说来的 别让那个Dominique 就那个拿电脑那个啊 别让他来了 但是Govern还是把他带来了 因为那是Govern的灵魂 能想Govern做出那么多政绩 跟那个那个Dominique啊 太有原因了 那就是改革的嘛 咚咚谁也不服的那个 跟牛一样的倔的一个人啊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个人叫包里斯的 包里斯也来 这Crossby啊 一下子很高兴 其实他早就警告过小金毛 我说你别理那家伙 那家伙一点政治判断力没有 你甭信任他 绝对的墙头草 随时会背叛你 其实啊 应该说啊 到这办公室来 Govern啊 也不见得就是有多么合作的那个姿态 因为他本人啊 就不太喜欢Crossby 因为好像上次Crossby 帮他竞选嘛 好像给他出的主意 反正是那个Govern就失败了嘛 双方的猜疑上啊 其实是比较厉害的 只不过现在啊 有共同的利益嘛 就都需要对方 华莱士呢 就是公关经理啊 不是给了那个支持小金毛 那个议员名单了吗 结果这Crossby就说 那你把你那个Govern你的支持你的名单给我 我把他们合并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竞选策略上啊 我们怎么弄 结果Govern啊 直接拒绝了 说我是负责竞选的 我干嘛给你啊 你只不是来帮我忙的 小金毛这时候啊 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尬的气氛里啊 他是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他只能一边摇头一边在那大笑 然后呢他就说 哎呀大家现在集中精力吧 分析分析现在的这个局势 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吧 那意思别打了 Govern呢再次提出 让奥斯本当外交大臣 叫外交部长 奥斯本啊 其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啊 尤其在上一届 其实呃 再加上Govern 其实在上一届的内阁里边 一个跟卡埋伦也不错啊 那卡埋伦走了 那起码奥斯本 跟他其实关系是挺好的 尤其在合作上 就觉得呢 你是不是应该 还是让他来 这样也能团结更多人吗 另外呢 他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让这个女的 林德森当财政部长 大概是他那意思呢 这女的不是说他在银行干过吗 小金门就点懵啊 你这不是刚跟我说 你要当财政部长吗 你现在因为这个女的 现在是能源部的部长 这个能源部啊 在在英国那儿不像咱们啊 就那么的有权力 就算是地位比较圈 比较低的 而且呢也没干出什么成绩来 小金毛和这个Crosby啊 就说那你这口气是 你去当首相了 因为位置没了 不过啊 小金毛这时候 啥都没说 只是在那儿 嗯嗯点头 他这点头啊 我们前面说过啊 熟悉他的人就是 他包括那个 啰莉那本书里都说 就是他说 嗯行 嗯 这种不代表没有任何的意义 哎呦老宝贝 嗯 就是他不想跟你正面 直接冲突 或者直接反驳你 他先硬下来 或者说呢 先或听着呢 啊知道了 事后是怎么回事 跟这个嗯没什么关系 小金毛当然知道啊 他要是想成功 他就得去拉这些 留欧派的人来支持他 别让人家去支持那特雷杀梅去了 因为现在啊 就他们俩在争了 而这时候呢 他采取的措施 就是邀请好多的那些 嗯 没表态的议员 到自己办公室来 听听你们都有什么诉求啊 我能给出什么承诺啊 是吧 比如我当了首相啊 你这个 现在的官还能保得住啊 或者我给你个别的位置啊 什么都都就商量了 你都得一个一个听啊 特雷杀梅那边肯定也这么干呢 当然 呃 有几个人他根本就不用找 一个就就有五十多个 是最坚定的一帮脱欧派 这帮人可是从八十年代起 就一直在为脱欧而奔走的 所以你这事啊 不用找他们 可是呢 他不知道啊 其实大多数这些脱欧派 不信任他 首先他没在内阁 真正的干过一个职位 呃 再加上啊 就是小金毛现在跟勾混组成的这个团队啊 这里边的人让人家觉得没啥分量 特雷杀梅呢 于是呢 也在一大早 呃 叫了小金毛 到他办公室 俩人啊 其实互相都不信了对方 公投期间啊 特雷杀梅跟小金毛不一样 他是这个拒绝为刘欧派去拉票 而且呢 就说你这个卡梅伦说的这个移民这个控制这个要求这事我做不了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表态 那他的这种机会主义现在 哎 反而得到回报了 嗯 你想刘欧派的就觉得那那那起码 我们还能说上话来啊 于是他呢 在白保守党里的支持率 现在是31 小金毛才24 那肯定啊 为了不让小金毛当上 那很多刘欧派肯定会就会跑到那边去了 这时候啊 呃 特雷杀梅就让雄心勃勃的一个小议员 Gavin 来当自己的竞选经理 呃 这个小经理呢 咚咚咚就跑到小金毛办公室直接提条件 你退出 特雷杀梅让我当副手 而这时候小金毛是想了我 给你当户手我能赢呢还没准直接拒绝了 而小金毛这时候呢又给另外一个人 安波就这个左边这个啊打了个电话 完了呢人家也是提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当财政部长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员啊给小金毛也是支持他的就直接问他说你干嘛找这安波的他一个支持者都拉不过来 说他一个支持者都找不过来啊你应该去找那个人安德罗而不是安波这个人 小金毛呢就拍了拍自己口袋 说我给人家专门写封信 哎只要帮我我就让他当财政部长 这财政部长看来啊是一个重要人物拿着钱呢嘛 然后这个小金毛啊又追问那个议员 说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那勾问也说他想当啊 看得出啊这时候的小金毛脑子是一片混乱的 什么他这个向那个人提出建议当财政部长啊 这留言已经在医院里边满天飞了 脱欧派的人呢就觉得什么 你你这家伙疯了吧 你选这么一个女人 那家伙又固执又笨 而且啊他说他在银行业干过 那夸大其词你看看他在银行业都干什么了 小金毛这时候啊 其实对周围的这些谣言啊议论啊动荡啊 一点没感觉 他特别像一个独唱演员 因为他正要唱到最高音了 因为第二天中午他就要正式宣布他参选首相了